大家好 我是小思 小思又來了 今天跟大家談談二手車的賣車問題 你有愛車要賣 當然賣給車商是一個快速減便的方法 但是缺點就是 車商有利潤 有服務費 價錢就會稍微的差 而且你開車去二手車行估 你還可能遇到以下這些問題喔 姑姑你好 我有一台19年灰色的Focus 然後里程跑8萬公里 週價大概是多少錢呢 Focus 灰色 差到55萬啦 好好好 那我找個時間開過去 給您估價一下 老闆你好 我是剛剛有打電話過來的那一位師先生 老闆 你好 你電話給你報多少 那差不多55萬啦 你電話裡面跟我報價是55萬啦 55萬 你在車廠看起來普普通通的 45萬好不好 你電話裡面不是跟我報55萬嗎 拜託耶 一車一框一人是不知道啊 這個灰色耶 是日能版耶 我是很不愛收的 我跟你說啦 不然你謙計小賣 你是自售嘛 我實在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自己賣啊 就賣我了就好了啦 45萬賣賣啦 很好價了啦 欸 不要走啦 來啦 賣我啦 賣我啦 當然除了賣給車廠以外 你還可以選擇自售 自售除了花時間跟精力之外呢 你還有可能會遇到 以下幾種狀況 喂 你好 你不是有一台2019年Focus 要賣55萬喔 我等一下過去看喔 欸 不好意思 我在上班耶 呃 星期六可以嗎 還要等到星期六 可是今天星期一 啊 可是你可不可以提早啊 還是明天的下班之後 八點鐘你可不可以 晚上 可是我怕鬼耶 晚上不好吧 不然我明天跟公司請個假好了 我們約明天上午啦 好不好 好 好 欸 我不是上次跟你約看車嗎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事耶 還是我可以再跟你約別的時間 欸 不是 先生 啊 我都跟公司請假耶 你現在臨時又要改時間 好啦好啦好啦 我再跟公司改一下時間好了 那就這麼說定喔 掰掰 哇 這個約時間真是麻煩 欸 你好 你好 這我的車你可以看一下吧 喔 啊要看車 你車子怎麼沒有先行一下 那麼髒 沒有啊 就這幾天天氣比較不好 你看一下 沒關係啦 車況不錯啦 可以試車嗎 試車 可以是可以 但你開車應該OK吧 喔 拜託 我是南港小車神耶 你的車我不是 我怎麼知道好不好 開車還不錯啦 要我開快一點喔 哇 你開車好狠啊 那你要買了嗎 車是還不錯啦 可是我可能要回去問一下我媽咪 欸 你好喔 你上次來試車之後 你說回去討論 那有什麼結果了嗎 喔 我有問過我媽咪啦 可是我媽咪說 要40萬她才可以買耶 蛤 40萬 那我找賣給車行就好了 我還跟你試車 自己賣一台車這麼麻煩 蛤 賣我 試車乳 沒有了啦 兩個月前的日停了 我小孩都出生了耶 現在是四十了啦 四十販賣了 不要再拖了啦 自售是很講求緣分的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呢 來了一組買家 馬上就賣掉 那當然恭喜你啦 但是呢 如果好幾組來看都沒有成交的話呢 隨著時間過去 你的車子的殘值就會 越來越低 好啦 如果大家 你曾經賣過車就知道 無論是自售還是賣給車行 都有它的優缺點存在 所以今天小事要為大家介紹一種全新的銷售模式 車顧問 Car Engine Car Engine 車顧問為全新概念的中午車重介買賣平台 導入如同房屋重介的服務模式 提供滿足買賣雙方車輛交易的一戰式服務 在車顧問買賣車輛將結合車輛的自售 以及賣給車行兩者的優點 讓消費者可以以自售的價格輕鬆的買賣車輛 將愛車給車顧問委託自售有四大優點 第一 提供最具競爭力的售價參考 車價超支在此 二 虛實整合平台曝光率高 三 文書行政作業一手包辦輕鬆且方便 四 專人待看及試駕服務省實又省力 到車顧問購買自售車有四大優點 第一 精選五年內的優質自售車 入決假自售真車行 第二 兩百一十二項科技車體體驗 特況好透明啊 第三 免訂金試駕滿意再購買 第四 透明化公平合約安全有保障 如果車商收購價錢無法接受 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心力自售你的愛車 何不試試這個最新的賣車模式呢 也歡迎直接上車顧問的官網 了解更多詳細的說明 Car Agent 今天的大來賓是我們的招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招賢 我來自明華園戲劇總團 我是總團的執行長 欸 我們也蹭到明華園了 你看 亂說是我們來趁小獅哥 欸 拜託那個明華園 送不贏的欸 拜託欸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從小看到大欸 為什麼今天有這個機會你知道嗎 因為 XX4 Cross 這個是 上個月跟小獅買的車子 然後剛好有一個機會呢 來跟他合作拍下影片 再來一個 請這個 招賢來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他們前一台車是 蘇巴路的WRX 手排的 對 沒錯 老公開的 阿憲開的 對 然後他們毅然決然的 換成這一台 這個WRX 差了十萬八千里的車子 我只能說你老公真的很愛你 因為正常愛車人士來講 不是換車是換老婆 飯說什麼啊 飯說什麼 因為手排我不能開啊 然後他就很想要叫我 趕快自己學會開車 因為我很愛看賽車 然後也很想開車 對車是有興趣的 但是據我所知 他其實開車還是有一個障礙在 等一下慢慢跟大家分享 然後首先呢 對於這一台車啊 你買回來到現在 來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覺得呢 它的整體啊 有哪些地方 你覺得很特別啊 很喜歡很不喜歡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了 實話實說 實話實說 這也不是我做的 我沒差了 真知道你說了 你說也吵也沒什麼事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因為我真的開始開車了 對 然後它有那個環景 環景 那個時候其實也是 小師哥跟我們說可以裝 我覺得超棒的 然後因為沒有那個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停車 對啦 至少可以停 不要說可不可以停車啦 至少說它讓你看到的東西 你就比較有信心說 我有沒有撞到 主要是你看得到 你就不會那麼 對停車這麼有抗拒 等一下再考你一下 你覺得這個室內空間 你覺得跟你們之前 我覺得室內空間很棒 我覺得腳的部分 原本的其實是比較憋的 為什麼 因為比較矮是不是 這個Carbon原本就有嗎 沒有 是它自己 對啊 這個都是它自己裝的 所以你要好好那個 因為它剩下這個 它緊繃 能花錢 也只能花在這一些 小東西的 我們還有去這個啊 欸欸欸 喔欸 OJ OJ OJ的方向盤 我覺得很 握起來很舒服 本來就比較細 然後它幫我們加厚 跟我一樣 我習慣握出一點 就是比較有手感 有路感 我也習慣 你剛剛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你怎麼突然開車 我啊這樣子開車 好險你這台車 沒有電熱方向盤 我跟你講 如果一根又有點溫度怪怪的 你知道嗎 好險你這台沒有那個功能 那個沒有溫度的 對那OKOKOK 但粗感剛剛好 對 對 對 你現在是你開的 不是我開的 然後主要是 後座也很舒適 因為你要放安全座椅 對我要放安全座椅 陪女兒就要坐後面 對不對 後面還鋪了一個墊子 它還是最低限度的 在保護這台車 一定有 而且它可以放超多東西 後車箱嗎 這邊還有一個新手駕駛型 這個貼紙有用嗎 有啊 平常每天出去大概就是 五到六次的機率會被按喇叭 有這個人家就比較能夠 我目前貼了之後我沒有被閃 好來看一下裡面 有點亂 真的滿的耶 所以其實這樣一卡皮箱 22級好像可以放個兩個左右 至少就是可以放一些收納的東西 還OK啦 其實五門先輩車的總容量 其實應該不比WRS大 WRS的總容量是比較大的 只是差別在於這個開口 而且很多的這個四門車 這邊其實有一個坎 你要拿出來 那這個你只要一上來就推進去 不然我們要講一下缺點啊 我好像沒聽到缺點 就是我自己開的時候 我覺得煞車會很有感 還是是我技術的問題而已 可能就是這個 不踩則宜一踩驚人的感覺 對 就一踩 那個是每一間車廠的煞車設計的問題 其實油門也是啊 有的油門你會覺得要踩更深 車才會動 那有的油門你踩一點點它就走了 所以這就是每一間車廠設計的問題 然後它煞到最後會有一個 的聲音 會讓我覺得很害怕 那個應該就是 一樣是那個碟盤 跟那個卡鉗設計的磨合的關係 那有一些車它在 比如說還沒有到達工作溫度的時候 它煞車的聲音是會跑出來 那你開了一陣子之後 它到達工作溫度 其實聲音慢慢就會出現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這樣一台車子 而且我跟你講我最感動一點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有機會拍這個影片 你知道 那個阿線啊 他從我在寫部落格的時候 就看我到現在 那最沒了 十幾年了耶 十幾年前你們這麼幾歲而已 搞不好還在念書喔 太誇張了 對嘛你看 他在念書就看我了耶 不過今天重點來了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呢 除了考你停車以外 再來最殘酷的考驗就是 上路啦 考試 驗收 沒關係 我大風大浪都看過了啦 那個有人來我們店裡試車 開我的車撞我的車 這種事情我都經歷過了 那不怕不怕不怕 好恐怖喔 對啊真的不怕不怕 不會的我是安全駕駛 不會的我是安全駕駛 車很安全啦 這六顆氣囊嘛 看能弄出來幾顆 哈哈哈哈 不要亂說啦 好啦好啦好啦 走啦走啦 耶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Z3 Plus 治標最強的Dual Lens 好來來來來來 我們這個 招顯先由我來 開一下你的車子齁 好的 本來是我的車嘛 現在是你的車 對變成我的車了 而且你開這個車應該還 CVT變速箱應該還算習慣吧 習慣 感覺其實有點類似啦 很濕滑的 感覺比 那種四速的 有質感多 比較不會有頓挫感 對 那你覺得省油嗎 省 你怎麼會那麼 我以為是它比較常開車 比較清楚 就是刷它的卡 因為我們加油是我的一張卡 我超級有感 超級有感喔 我們本來開WRX超 超耗油 對 因為又要加6000 那現在呢 變多少 3到4000 差快一倍 對 不知道為什麼會差這麼多耶 沒有 我跟你講有兩個原因嘛 一個就是CC數嘛 第二個 它是性能車嘛 所以開到自然而然 它車速就會想要開快 那開到這種車呢 自然而然其實 你會覺得開快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們先講喔 我不要講你開車 你坐在副駕駛座 你覺得跟前面的一台 到底差異感受最大在哪裡 感受最大就是 我們跑山路的時候 我居然坐這台車吐了 吃太飽 不是 只是開這台車 只是去陽明山 對 然後我是真的還沒到的時候 我就說 趕快停車 結果就停車之後 我直接噴出來耶 其實因為這個車本身 第一個車高就比較高啦 那再來一個就是 它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家庭化的取向 我覺得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你做相對比較 運動化的那種 底盤習慣 習慣 對 我覺得是習慣 再來就是空間很大 也有可能是上一台 是我老公的小老婆 對 這一台大概就是一個 公務車 公務車 這台就沒那麼矮 所以上一台呢 就放東西要很小心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老婆開門 突然撞到旁邊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真的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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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撞到東西 我是刮到那個人行道高起來的地方 車門下雨 車門下雨 扣到啦 就不行了 這台應該就沒關係吧 老公對不對 OK 我跟你講這個 當你在路邊看到一個男生幫女生開車門 這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馬子新的 第二個就是車子新的 對 你就知道男人對於車有多 真的是小老婆的概念好不好 這個 SS4這個車子 我記得是當初我們給你們的建議 因為你們原本是看馬3 然後馬3呢 我覺得空間有一點小 那這個車當初介紹你們是CP值 我覺得比較高一點點 當然我能夠相信如果那時候你們買的是 比如說馬3的話 其實你就不會有吐這件事情 因為它底盤就更低 然後當初我強烈建議你們這一台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它的安全氣囊 六個安全氣囊 比馬3多 不是 沒有比馬3多 馬3也有六個 只是說價錢差很多 價錢差幾乎快到一倍了 三分之二去了 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你們為什麼要從WRS換馬3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演出消費很大 開銷很大 所以劇團都在負債 所以要省點錢 對要省錢 然後有消費費了 對 以家庭為出發點 那今天為什麼會稍閒來這邊 是不是有東西想要宣傳一下 對沒有錯 真的有啊 真的有 沒有錯 有表演是嗎 但是沒有 小師哥要先表演嘛 唱歌曲 欸等等等等 我跟妳講 替山幽靈龍有算嗎 有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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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就一直好奇一件事情 像那個 我小時候家裡的電視 阿嬤的電視一定就是 一直是歌仔戲 布袋戲 所以我還算是有接觸到這個層面的 藝術文化的這個一個東西 但是現在小朋友他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電視也不可能一直放這個 對 現在小朋友連要接觸歌仔戲 傳統戲曲的管道都很少 對啊 所以你們要加油啊 讓他們知道 我們來宣傳的就是我們的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這個是明華院總團直營的品牌 就是給小朋友看的 對 所以我們是專門在介紹 本土文化跟傳統戲劇的一個平台 然後用兒童劇的方式 我們就是演藝出他們有趣的戲 然後但是是加入傳統戲劇的元素 4月29號我們在屏東藝術館 我們要演樓桑村那個姓關的 跟那個姓張的 跟那個姓劉的 張國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剛才說過對不對 沒有 沒有講啊 我沒講嗎 姓關姓張姓劉 好厲害 沒有 水壺賺掉 我跟你說 我之前是上一個節目 對 然後我講完這個名字之後 我說你有沒有抓到焦點 焦點 然後他說有 那個 那個 還有很多票 大家趕快去買 真的假的 真的啦 還有還有再來 台北我們6月3號跟6月4號 這就是由我的媽媽孫翠鳳老師 然後帶著我們所有的劇團的青年軍們 我們要演清禪在台灣戲劇中心 這就是明華雲總團的年度新戲 年度新戲喔 清禪是你說什麼 講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母性愛的故事 等一下 母性愛還是母性愛的故事 但其實好像也是你說的那個喔 真的假的啦 你們現在口味有那麼重嗎 我們現在口味越來越重 真的假的 我們上一齣戲講的是人獸戀 沒有 是不是有一點神話故事吧 對 有一點神話故事吧 對啊 那個還好 那它是什麼時候 6月3號跟6月4號 在台灣戲曲中心 大家要支持這個我們本土的傳統文化 我已經到山路了你還沒想吐嗎 有一點耶 真的假的 我覺得妳的體質蠻有趣 剛剛聊了一下喔 其實招賢它可以 它喜歡那個速度感喔 然後它雲霄飛車啊 那種那個什麼 大怒神什麼完全不怕 什麼傲氣聲音那些都可以對不對 我完全不怕 可是就是開到車子就是會有困難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耶 可是我又很愛看賽車啊 Moto GP啊什麼F1 我18歲就考到駕照 然後第一次上路我就差點一個轉彎 要開進那個 人家賣藥燉排骨的地方 藥燉排骨 嚇嘛整個鍋把它嗆起來這樣 對 我媽也是一個很恐怖的駕駛 這孫老師你這樣把它消費下去 就太遺傳給我的很怕車 不行你要突破基因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這樣講我有點擔心 那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坐在駕駛座看永遠都是超限的啊 我知道這新手會遇到的問題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在限 對 所以我跟你講很特別 這是人的視覺的問題 你是不是覺得你開車你坐在左側 你是不是覺得你偏左 對 不用我跟你講你人啊 你只要感覺你人是在路的中間 其實你就是在路中間 這是一個視覺的一個 那算是一個眼睛的一個視覺上的一個錯覺 OKOK不用緊張啊 不用緊張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就換手啦 換手之前我要先考你停車 停車 對我要看看你停車行不行 這邊有很多格喔 那你等一下你的那個就是不能壓到那個草 你如果壓到草就是失敗 好不好可以吧 不用再往左邊停喔 你只會往右邊喔 不行我就要考你不會的 好 好不好就這一整排 你就找一個格子倒車入庫 那等一下我們幫他評分 我們會是要一次進去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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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不要壓到草就好 你可以停到明天下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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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好來來來開始開始 他去哪裡 他不知道這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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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欸不用怕我我會閃喔喔 好 打到底 欸扣32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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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要緊張 欸不要緊張 我節目效果你不要緊張 效果 有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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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功啊哪有失敗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在裡面這個位置夠大 有喔 它有在修正喔 不錯喔 我這樣方向排是正的嗎 它有在修正喔 它有在修正喔 有喔有喔 漂亮喔 好 好了 好 平分 鴨蛋你覺得幾分 滿分十分 誒過程 過程大概 六分吧 滿分是幾分 阿呆說六分 滿分是幾分 滿分十分 對 我覺得 七分 我覺得有七分 我覺得有七分 成功 好啦算成功啦OK 雖然這個 時間 花了五分鐘 沒有想像中誒有五分鐘嗎 不到不到不到四分鐘而已 你是覺得肚子如年是不是 對啊 其實才四分鐘而已真的還好 而且我們又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之下 沒錯 四分鐘了不起塞車塞大概一百公尺左右而已 大家都在等你停車這樣而已 哈哈哈哈 而且兩邊沒有車我才敢 對其實如果剛剛這邊如果有一台車的話 你就會有一點點危險 對因為你剛剛有一點吃到這一邊來 但是因為這邊沒有車所以是允許你是這樣子吃的 但如果有一台車你可能就要稍微閃避一下這樣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智氧最強的Dual Lens 我先拉著 哈哈哈哈 先不要拉 不要給你壓力 不要給你壓力 那你這樣邊開有辦法唱兩句 休仔戲嗎 沒有辦法 你講沒有辦法 我會更想要叫你唱 唱兩句 沒有辦法 真的講的啦 我要從哪一個洞啊 右邊那個洞啊 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是認真的說沒辦法的 對啊 所以剛才 等一下 先不要講話 不要攻擊我 幹嘛 小師哥的粉絲 不會啦 為什麼 我開車會通知大家 不會讓你們遇到我 等一下我們這個紅綠燈呢 我們要順著右轉 它現在是綠燈 那你到了我在想會不會變紅燈 沒關係 我要靠右邊 對你要靠右邊 我等一下就要跑三路了對不對 不用跑 不用跑 你只是慢慢的走三路 記得我剛剛講的 你要覺得你的人 是在路中間就可以了 我好像在左邊一點對不對 對 你的人沒有在路中間 可是我又覺得 離右邊很近啊 沒有啊 還有一公尺啊 我覺得後面的車要生氣了 沒有它離你很遠啊 哪有 它走了 對它沒有急 它離你很遠 沒有想像那麼可怕啊 剛剛一直打預防針 我想說是多恐怖 先幫你打一下 至少我現在尿還沒有深一點出來 我膀胱還有撐住 好 有紅燈 為什麼在我的路上 它錯吧 對它抄線 它抄這個雙黃線 我跟你說 那是你不夠大膽 剛才你如果給錢下去 你就撐到了 亂交 沒有我講真的啦 那路全 因為它跨越來撞你 那是它的問題 但是通常會散 等一下呢 我會開到一個比較相對好停車的地方 讓你停下來 然後我再載你回去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我那邊不好進去了 好不好 好 OK 對 我沒辦法拉賽了 對 真的沒有 還好該講的都講完了 所以我好險 我預計的沒錯 在去的時候要先宣傳 對不對 4月29號 對 那個屏東藝術中心 藝術館 屏東藝術館 這個兒童的什麼 風神寶寶 風神寶寶的東西 要開了 好 來 又不能講了 來吧 你好 太厚久了 要到了嗎 對 待會在前面我們找一個 比較空曠可以停車的地方 讓你靠邊停 好不好 好 右邊靠邊 沒有車完全沒有車 只有你自己 好的 好的 就停在這邊就可以了 成功 我們都還活著 我是說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度過了這10分鐘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治標最強的Dual Lens 太好了 換回來了 我已經練了很久了 沒關係 繼續努力 下一次 我們的目標就是 阿恆來這邊 邊開車邊去滾 沒關係 我跟你講 要這樣子我覺得 才算過關 那這個回去 畢竟才一個月 階段性的任務 我就算你完成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 剛剛我講到一半 4月29號的屏東 4月29號屏東藝術館 那個票去哪裡買 在那個售票系統 然後搜尋封城寶寶兒童劇團 就可以找到票了 然後再來一個 6月3次 6月3號跟6月4號 台北 台灣戲曲中心 在士林 到明花園總團的粉絲專頁 就可以找到售票的 因為有很多商務口 對 還有一個重點 那個招顯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滿有趣的 時不時會有本人 美麗的我 還有排骨精 還有帥氣的我老公 對對對 我老公真的帥 他現實真的滿帥的 跟你講要不是我現在到的年紀 我跟你講如果 我年紀 我在他那個年紀是一樣 這個帥度是跟我有得拚的 沒說我的意思是怎樣 沒看過我年輕的時候就對了 我拜託 不接話 我南港陳曉冬你不要聽過 現在變南港翁立友了 沒有沒有 宣傳到一半 好啦 那大家這個IG 還有明花園的粉絲專頁 買票 記得去把票買起來 IG要追蹤訂閱一下 喜歡我們的影片 喜歡招顯 都把我們訂閱追蹤起來 觀眾朋友下次見啦 拜拜 我就換尿布了 我就換來褲了 亂說 我要去換來褲了 運片 最後 która會系列